布洛芬 布洛芬 这还是布洛芬 阿米蒂林 阿米蒂林 这还是阿米蒂林 西蒂纳菲 西蒂纳菲 这还是你熟悉的西蒂纳菲 鸦片 胶囊 颗粒 各种畸形构建起庞大繁杂的药物宇宙 形态差异 色彩缤纷 甚至相当赏心悦目 同一种药丸 为什么要做成不同的颜色和形状 怎样的药丸才称得上是最佳设计呢 嗨 这里是蒂纳菲州电台 今天我们来进入药丸的世界 最早的药丸 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古埃及 埃博斯沙草纸 记载着超过800个古老药方 我们来看看古埃及人 是怎么做药丸的 将孔雀石磨系放入面团 制成三粒药丸 与甜啤酒一饮而尽 北盐一份 草药一份 蜂蜜四份 甜啤酒两份 制成四粒药丸 与甜啤酒一饮而尽 啊 听起来就很美味 当时所谓的药丸 其实就是将药用植物的叶子 种子 倒成粉末 然后与面团 蜂蜜 或油脂混合 捏成小球形状 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下咽 试想一下 生吞一颗面团 九世纪 人们在药丸上涂满粘稠的糖浆或蜂蜜 帮助吞咽 以及掩盖药尾 17世纪 药剂师请跟炼金热潮 开始尝试给药丸 镀金镀银 将药丸润湿 然后放进这个装有金银箔的高脚玻璃 摇晃旋转几分钟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用来吸引富裕的贵族 药丸的变革 由19世纪拉开帷幕 1843年 英国画家威廉·布洛克登的发明 终于把人们从生吞猿球的局面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现代鸦片机的鼻祖 有了它 就能在不加入联合剂的情况下 将药粉压制成片剂 在这段时间 软明胶胶囊和硬明胶胶囊相继纹饰室 并在20世纪下半叶 正式实现大规模投产 制药技术不断进步 一个明显的趋势在发生 设计正在入侵药行业 形状和颜色是药丸设计的两大元素 为了确保活性性成分均匀分布 以及有效崩解 圆形和椭圆形成了最常见的两种形状 除此之外 正方形 五边形 杏仁形 钝形 药丸的形状可能比你想象中花样更多 仔细观察 你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共同点 绝大多数都是圆角 不愿伤人 方便吞咽 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象 扁平形的片剂比胶囊形的 更容易附着在石道上 因此如果要降低患者服用大剂量药丸的不适感 椭圆形药丸也许是比圆形药丸更好的选择 独特的形状能让一颗简简单单的药丸 从茫茫药海中脱颖而出 比如比索洛尔 用来治疗心血管疾病 就恰好设计成心形 轻松建立起强大的可识别性 说到可识别性 颜色的发挥空间相对更大些 平平无奇的白色药丸真的需要颜色吗 放到今天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首先是区分药物的需要 不同的剂量可以用颜色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颜色还不能太过相近 必须显著地看出差异来 人一次生病 平均药服3-5种药 甚至可能多达10种 区分颜色可以减少或防止医疗错误 无论是对药剂师还是患者来说 这种视觉提示都是必要的防御机制 那么究竟该选哪种颜色呢 是红药丸还是蓝药丸 事实上颜色本身与药物的功效毫无关系 但人们总会趋向于 在特定颜色与特定功能之间建立关联 而这种关联一旦建立起来 就可能会影响对药物的反应 比如蓝色是沉浸的 最适合作为镇定剂 绿色是和平的 可以减轻焦虑 黄色是明亮的 有效抗抑郁 比如橙色是酸的 白色尝起来很苦 粉色药丸比红色药丸感觉更甜 每次服药都是一场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无论是吞咽还是咀嚼 当颜色与心中预期相匹配 药效似乎也能发挥得更好了 因此为了建立这种积极正面的感知 药物的感官元素通常是制药公司 首先会考量的因素 不过要真想在这残酷的药物竞争中成功突围 有时可能需要的是大胆的决策 一个教科书师的案例 西蒂纳菲 蓝色小药丸 从治疗心血管疾病意外发展成 一地救星 干脆将错就错 通过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和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 让消费者将抗医地药 与蓝色小药丸画上等号 到了最后 似乎也没有人在乎 这个蓝色是否符合心理预期 品牌标识已经深深一刻在所有人的脑海里 在推出后的十几年里 这枚蓝色小药丸 平均每年给辉瑞带来十亿美元的收入 并在全球制药业垂名轻屎 尺寸、形状和颜色的独特组合 构成了药丸的性格 也让药丸意外迸发出和谐秩序的美感 这样的组合不一定是随机的 所有的细节都经过大量研究和测试 就像药物本身一样 在创造力和医学之间 药丸设计更多是功能性导向 是更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 当然最好还能建立起人与品牌的情感连接 今天我们借助小小药丸 探究了一把制药行业的实用性设计 你还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哪些了不起 又容易被忽视的设计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